叙利亚防空导弹 叙利亚防空导弹此前,据相关媒体报道,今年4月份时期,美英把借口叙利亚动用化5杯油,对叙利亚进行了大规模空袭。 袭击过后,普京表示,已经派出S400这款大杀器紧急进入叙利亚,这次欧美在叙利亚吃了大亏,多数导弹都被叙利亚成功拦截,但西方却表示,此次袭击非常成功,并称叙利亚根本无力击落欧美的来袭导弹,那么到底谁在撒谎呢? 俄罗斯拿出了最新证据,被击落的欧美导弹残骸,此证据一出,令西方顿时哑口无言,叙利亚的防空实力的确非常弱,大都是苏联时期老旧的防空导弹,主要是S200、S125以及山毛巨防空系统。 S200与S125就是我们熟悉的萨姆5和博朝拉地空导弹,这些导弹都服饮了几十年,在面对西方先进导弹面前,的确显得有些落后了,虽然山毛巨和前两者相比稍微先进一些,但也属于落后产品了,也很难对西方导弹构成威胁。 S400探测雷达既然叙利亚的防空武器性能都如此落后,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拦截西方先进导弹的呢? 这就不得不提俄罗斯部署在其境内的S400防空导弹了,虽然S400并没有直接开火,但不能排除它被地理参战的嫌疑。 作为最先进的防空导弹之一,其装备了探测距离非常远的雷达系统,俄罗斯很可能在情报与预警上提供了支持。 众所周知,S400系统使用的是一款先进向控阵雷达,据俄方透露,其探测半径就已经达到600公里左右了。 不但探测距离远,对多目标的跟踪能力也非常强,甚至对隐身目标也有很好的探测效果。 既然如此,S400捕捉几十枚巡航导弹,又有什么难度呢? 虽然叙利亚防空导弹比较落后,但对付飞行轨迹比较单一的巡航导弹而言,还是绰绰有余的。 只要俄军将目标轨迹提前告知叙利亚方面,然后叙利亚提前做好准备,等导弹接近发射拦截就可以了。 铠甲S1俄罗斯也看到了叙利亚防空能力的不足,还向其提供了一批S300,与铠甲S1帮助其提升防空实力。 S300是苏联研制的第三代防空导弹,目前来看性能依然比较先进,能够胜任中远程防空需求。 主要担任要地防空工作,但这款系统体积笨重,准备时间过长,也是其缺点所在。 与叙利亚之前的防空导弹相比,S300已经是一款非常不错的防空导弹了。 铠甲S1防空系统是俄罗斯独创的一套防空系统,其最大特点是将30毫米炮与12枚防空导弹安装在一个炮塔上,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提升其反应速度。 一旦发现来袭目标,系统计算机会立即分析目标参数,然后只能选择是使用导弹,还是机炮拦截目标。 并且,在使用过程中,续军也发现,这款系统除可以用于防空,紧急时刻二门30毫米,炮还可以作为近距离支援火力。 对比方装甲车与步兵都有很好的压制效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